打 打 给我狠狠地打 被明主看上是你的福气 还敢逃 打 打到他没有力气逃跑为止 岂有私利 你 你 你 大胆狂徒 今日定要取你性命 明主护佑 明主护佑 我不是明主 我是岳琪 你是怕泄露身份 明主 没关系的 把这些人都杀了 您就不会泄露行踪了 要是阿易是杀你们 阿部队 你真的不是明主 不然 你怎么会三番四次地和我们生交作对 上 激烈 你们 浩子 激烈 满 突然 満 ㄷ 快 对 美國 救命 小月姑娘 走 月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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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附近 也不太像有水源的样子啊 你怎么了 不知道 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有点心慌 你是在担心 小月姑娘吧 也是 小月一个柔柔弱弱 又手无腹肌之力 还可可爱爱的姑娘 月兄会担心也很正常 不过 诺家主行事稳当 你大可以放心的 君英雄 很明显你不了解齐 走吧 糟了 月兄 小月居然这么厉害 身后草帅了 喜事起源诸侯 其他力量竟然增加了不少 你突然不信 没有啥 你不可以 没事吧 嗯 石方 你看住那个人 龙兄 好 我们相互配合 好 好 enfermed嚇死人惡 怎么样 怎么样 静政 我想试试新有灵犀术 不行 才受了伤 静政 我也想保护大家 静静 我快站不住了 我来托住巨蝎 你们快找机会离开 不行 要杀一起杀 要逃一起逃 我不会留你一个人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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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 不 不 好了 还是很痛苦啊 等会儿就好了嘛 这药很好的了 这药宝贝得很 一般人我不给的 金钊 你这样算是和赵燕和好了吗 就你机灵 谢了 岳兄 各位尊信大名 这是英俊潇洒 武力过人 智勇双全 无敌大方的洛洛哥哥 洛昭爷 这西西 绝不会做 这是著名的 镇武盟 鸡巧堂 堂主 居十方 居大侠 我叫月琪 最爱吃鸡蛋面了 介绍完毕 月琪 月琪 周 周 这位是月金钊 那位是月琪 鸣秀 姓名不过是身外浮云 你们如同小秀一般 换我贤轻便好了 小石方 小昭炎 小金钊 小琪 前辈不要叫我小琪 小气小气 不好 叫我小月吧 小月 不过此处位置偏僻 贤轻前辈和明姑娘 为何会到此处来 小秀是宇青山的弟子 我收到师父所托 陪他下山游历 路过此地 我听说书人提起过 宇青山是江湖中 最最最最隐匿的门派 江湖中也鲜少见宇青山弟子 小月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 宇青山 确实认定西部 是啊 我们那里 只有两人一狗 在那两人之间 那只狗 确实挺多余的 对了 各位为何在这里 他就是我们来的原因 好 怎么样 伤口还疼吗 早就不疼了 只是 金昭 从前 我就只想保护你一个人 可是刚才 我看见赵颜他们 有危险的时候 我也想保护他们 第一次保护别人 跟他们并肩作战 什么感觉 嗯 感觉这里热热的 走吧 我们去看明姑娘 家内人就得如何了 嗯 大人 吓我一跳 咱们赶紧上路吧 上路上路 我很想送你上路 好不容易能把人生回来 完了 又给丢了 死赵大人 咱们不是已经让人 把其余的人生都送到陆日村了吗 丢一个就丢一个呗 还不都怨你 懒牛懒马屎牛多 一点都不得理 那 那咱们现在反攻回去 反攻个屁 怎么反攻啊 你反攻一个试试 没关系 反正圣圈大人说了 陆日村的事情 他会负责 咱们先暂时地射退 休养生息 人生如戏 大不了从头再来 你说得太好了 来 你确定 他是被启元宗诱过的人生吗 没错 我们特意来此调查此事 这陆日村 一定有启元宗的据点 原来如此 那我就跟小秀 将死地的启元宗之换 彻底解决之后再做吧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那我跟齐 先去前方探探情况 那人 就麻烦你们几个看活号 嗯 我听说 陆日村有个叫扁洛桓的游仪 医术十分精湛 虽然我已稍作处理 但是你们 需尽快把它送去那里为好 所以 与其担心被敌人个个击破 倒不如守株待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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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